第十九 念一般的众生 视为称所苦恼 菩萨要医治病人 要救度众生 就像医生 不会跟病人计较 种种 菩萨思维 我从初发心以来 我就发愿 为众生治疗他的心病 现在众生 对称慧烦恼 所苦恼 我们应该来治疗他 我们本来是应该治疗 众生的称慧的病 现在怎么 反而自己产生 称慧的心 自己患病了呢 当然不行 所以我们应该修忍辱 譬如药师 治疗种种的病 有的是鬼狂病 有的发狂 或者是鬼附身 种种 这个并不是众生 他本身要这样的 这是无法克制 拔刀 骂力 不是好丑 医生知道 这是鬼在作祟 但未置之而不称慧 同样的菩萨 如果被众生 称慧 骂力 知道这个是 这众生被称慧烦恼 所使益 是被狂乱的心 所使益 菩萨要方便 来对治他 无所贤责 也是一样 二十 念众生 就像小儿 爱之如子 他们还小 不知道 菩萨欲养一切 爱之如子 若众生 称好菩萨 菩萨 怜悯他们 不称慧 不责备 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 来抚养子孙 子孙幼稚 很多事情不了解 有时候还打骂 不敬不畏 他的父亲 或者祖父 种种 父亲 慈敏 他们还小 不懂事 觉得他们很可爱 虽然有过失 有过罪 不称不会 菩萨仁如仪 应该像这样子 就困宏大量 原谅众生的无知 二十一 菩萨思维 如果众生 撑脑加我 如果我不修忍入的话 那今世 有时候 马上就会产生 后悔 早知道 我就好好忍 忍一下 忍下来 那如果不忍 今世经常 心里后悔 产生忧愁烦恼 以后呢 也会下地狱 受无量的苦 这是地狱的苦 再来 称恨心 有可能会堕到 畜生道 做毒龙 二蛇 狮子 虎狼 这是堕 畜生道 称恨心 有可能也会堕出 恶鬼道 恶鬼道 火从口出 譬如人被火烧 他吃不饱 他也很痛苦 烧的时候 痛还轻 之后呢 这个痛越来越重 龙氏菩萨可能被火烧过 他很有经验 所以 我们如果说 称恨心的话 今世 心里会后悔 后世呢 有可能到地狱 到畜生 到恶鬼 堕三恶道 那后面这句话 也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譬如人被火烧 烧时痛轻 就是说 我们在这辈子 这辈子 你的幽慧 这个还轻 可是下辈子 道三恶道 那个 更加的痛 后面 人被火烧 烧死痛轻 也有可能在 比喻说 我们今世啊 幽慧 这个还小事 你不休 忍入 称恨心的话 多道三恶道 受的苦 那反而更重 不管是出生 恶鬼或者地狱 好 二十二 念不忍 那就不命为菩萨 我为菩萨 那目的是 想要为众生 谋福利啊 如果不能修忍入 那怎么叫菩萨呢 其实就是恶忍 二三 念如非众生树 当求必知 菩萨思维 世间有两种 一个是众生 众生这一类的 一个是非众生 这一类的 我们初发心 我们就是 发誓要立一切众生 那么其他有非众生树的 比如说三十树木 风寒冷热 水与氢害 这些是属于非众生树 那这些 风寒冷热 水与氢害 我们 就是遮蔽它就好 你要跟它过不去 去称慧 你风为什么刮得这么大 你雨为什么下得这么大 你对这些风雨 来起称称心 有什么用呢 它风还是要刮 雨还是要下 吐氏流爱 照样作孽 所以我们只要来遮止 这些就可以了 因为菩萨一点都不起 称慧心 那么用这样的来想 如果说众生对我们产生种种加害 我们应该这样想 我们应该这样想 今此众生 它为什么加恶于我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得到的后果 很多都是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会碰到不好的姻缘 为什么会碰到不好的人 这个都是怪自己 你不能怪别人 怪自己以前没有跟三宝 结下一个很深的三缘 平常没有广结三缘 所以像这样子众生 加恶于我 都是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 那我应当接受 不可以产生称慧心 那么就像说 把它看成是风寒热雨 我们只要遮止就好 众生也是一样 把它看成是非众生素 我们只要避之就好 不要再起称慧心 起称慧心的话 又更加另外一层重罪 多加一个恶的因 将来又会受恶的果 好 二十四 知无我可称 菩萨知道从九亿以来 因缘合合 讲明为人 事实上没有实际上的人法 有什么可以称的呢 有什么人可以称 可以这样起称慧心呢 对我们加害恶怒的人 他只不过是 虎血皮肉 这样的夹合 譬如累积 积有个像砖 或者还没烧的砖坯 就像那些砖堆积起来一样 也像木人机关动作 以前有个机器人 他是用木头做的 他会行走 有来有去 那我们知道他是机器人 那机器人 本来你希望他走东边 结果他走西边 那你怪他说这么笨 那怪谁呢 怪你自己技术不好 你知道机器人 不经你的话 自己如此 不应有称 若我称着 那就是愚痴 自己受罪苦 所以我们应该修忍辱 这里主要就是 观众生是因缘和合 虽然说他有来去 但是他的实相 其实是只不过是因缘和合而已 这些皮肉或者是木头等等 那不要被这个假象所骗 所以知道没有众生 同样也没有我 没有能称的人 也没有所称的对象 那中间也没有忍辱的法 或者是称的法 25 念 当如诸佛学 菩萨思维 过去不量 横河沙等诸佛 他们在修菩萨道的时候 也都是先修众生忍 而之后修法忍 我们现在求学佛道 应该像诸佛那样子 不应该起称慧 如果称慧的话 那就像魔戒的法一样 我们不但不起称慧 一起称慧就像魔一样 在大圣里面也有提到 不但是不起称慧 如果说看到人家做好事 不随喜的话 他说那是魔的眷属 所以看到人家做好事 我们要随喜赞叹 有的人看到别人做好事 自己不跟着做 已经说不过去了 他还泼冷水 不随喜 让人家心有良一解 这个等于是阻碍人家修菩萨法 所以不随喜也是魔的眷属 以事故应当修忍辱 如是等种种无量因缘 能忍 这名为众生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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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看 场想 sealed